全油管最快新闻 今日三大股指刷新上周五第一点 创业板指下错超过3% 深圳城指跌幅扩大至4% 上证指数跌幅扩大至3% 上证指数跌幅扩大至3% 房地产、纺织服装、传媒教育等板块指数跌幅居前 护身经三市下跌个股近5300指 其中超过3200股跌超过9% R股跌停,个股数量不断增多 截至发稿已有超过千股跌停 另外市场焦点股哈森股份高开2.77% 升华发RD开4.85% 浦东金桥竞价跌停 要民康得低开7.85% 相关公告证新公司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市场调整主因在资金与流动性层面 建议关注估值低、预期低、筹码压力低的板块 虽然市场调整 但仍有机构表示短期看 仍具被修复的动能 政策面的积极变化 有助于投资者信心提振 在长假影响下 短期市场获仍有波动 但对澳谷中期表现不宜过分悲观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